從一步一步走到現在 我都很滿意 沒有其他特別的事情想再做 或者想選擇 我叫 Vanessa 到我真正接觸這一行 就是我在英國的時候 那時候我去了一間珠寶首飾的公司 做委員會 我回來之後 就開始接觸珠寶前期 想自己做一個品牌 都有五十年 有五十年 從學師到現在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覺得很興奮 因為他會這樣做這件事 始終是他自己提出來 我做爸爸的 當然要支持他 對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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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呢 至少我做了那麼久 每天都可以 成計一下我這件事 就是可以繼續做下去 這樣 這樣 那我就把我喜歡的Vintage Style 改變了 到現在我Vennecabelle的設計 就可以大家很平常穿衣服 所以我會看到 可以穿上衣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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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件做到 每天都穿上衣服 的衣服 作為一個設計 設計 設計的應該不難 但怎樣讓客人 覺得你是創作的人 才是最難 多数我的客人都比较愿意去等 他们不介意美丽做,要等三个星期 他们愿意用时间去等,去收到一些值得的东西